早晚都得嫁 他说的理所当然 早晚是早晚的事 凤玉恒嘟着嘴巴问他 知道累了吧 铁打的人也看不住这么连轴转 早就累了 他实话实话 但是这些日子一直都是爱妃陪着本王睡觉 你这一回去 剩下本王自己不是睡不着吗 哎呦这位爷 毛病还给你惯得挺多 他故意逗他 脚步却没停下 静止往卧窟走了去 玄天明美滋滋地坐在轮椅上 那笑意浓的 凤玉恒只看他后脑勺都能看出来 喂 他不干 我说你这腿是不是也赶好了 那可是我知道 你就往这轮椅上一直赖着 不是打我脸吗 玄天明安慰他 爱妃别急 你不知道 很多时候站起来就不好玩了 或者他们就是爱看本王坐在轮椅上的样子 不如就再满足他们一些时日 说话间 两人一走到卧窟的石门前 凤玉恒的脚步却突然顿了住 他不解 怎么不走了 再回过头来 却发现凤玉恒的面色十分不好 不由得惊讶地道 出了什么事 没事走两步 原本还有说有效的人 突然就板起脸来 玄天明瞅着他 脸色有些发白 心中暗道不好 这丫头一向预感很准 莫非有什么意外被他发现 再想想 不对啊 若真的有事 第一个发现的人也是应该他 没理由他的直觉会落在他之后 玄天明伸出手 一把将小丫头拽到自己面前 凤玉恒亮呛了一下 他就纳闷了 这怎么还卖不开步了呢 脚麻了 没 没麻 没麻就走啊 腿 腿麻了 凤玉恒冷汗都冒出来了 他觉得自己不是腿麻 也不是脚麻 现在是嘴有点麻 话都说不明白了 那什么 你自己进去行不行 我突然想起来 还有些事情 要跟铁匠们交代 我得再回去一趟 说着话 抬腿就要走 你给我回来 某人贼暴力 一把就把胳膊给拽住了 该交代的 我都已经交代完了 我确定 在前造扎和出扎这两项任务上 已经说得很清楚 也没有任何落下的 不管你有什么事 都给我先把脚睡足了再说 他一手转动轮椅 另一只手 却一直拽着凤与恒的胳膊 走 陪本王睡觉 他急了 拼命地甩起袖子 我不 我不要跟你一起睡 要睡也是我自己睡 玄天明特别不明白 这丫头闹的是哪一出 边上站岗的将士 都憋不住笑了 他觉得 必须得拿出些男人的力度来 否则这面子该往哪放 于是某人下了狠手 干脆用力一轮 直接把还在挣扎的小丫头 给带到了自己怀里 凤与恒一屁股砸到他腿上 还不小心把玄天明的手给做了 他脑子嗡的一声炸了起来 暗道不好 可还不等他有反应 就听玄天明移了一声 然后把手抽出来 再一看 不由得大惊 你受伤了 他愣愣地看着自己手上的血迹 终于没了开玩笑的心情 抓过怀里的小丫头急声问 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受的伤 你怎么不跟我说 凤与恒死的心都有 一张小脸 胀得通红通红 头都抬不起来 玄天明急了 你看着我 我不看 他头低得更甚 来人 他大叫一声 快请医官 凤与恒瞬间崩溃 一把捂住玄天明的嘴 不用请 不用请 请你妹的医官啊 我自己就是大夫 请什么医官啊 不用不用 他气得用力 把他的小手给掰下来 那你告诉我 到底怎么上呢 我 他看看玄天明 再看看边上围着的几个 也是着急忙慌的将士 欲哭无泪 咱们先进卧哭吧 进去再说 这一次 是他主动说进去的 因为他觉得 再被这些将士看下去 他就没眼见人了 好 玄天明迅速转动轮椅 抱着他 直接就进了卧窟 然后关上石门 这才又问 你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凤与恒同他商量 你先放我下来好不好 虽然 你穿的是紫色衣袍 但染上血迹 也还是能看出来的 不好 他摇头 我现在就想知道 你到底是如何受得上 看着面前 这人一脸严肃的样子 凤与恒觉得自己 真的被他给打败了 这人脑子一点都不转弯的吗 他就一心想着 是他受伤 就不往别的地方想想吗 凤与恒无语俄 我没受伤 我只是大姨妈来了 谁来了 哎呀 我来癸水了 他气得大叫一声 什么干不尴尬的 都抛在一边了 挣扎着从玄天明身上 跳起来 气得直瞪眼 我来癸水了 你懂不懂 我今年已经13岁了 那万一随时随地都会光临 你有没有点基本常识啊 这一喊倒是把玄天明 给喊懵了 癸 癸水啊 再看看自己的手 嗯 好像也是跟受伤时的血迹不太一样 凤与恒扁着嘴瞪他 你还看 有你这样的吗 他倒一点没觉得不好意思 反倒是贼兮兮的来了剧 来了癸水 就说明 你是真正的女人了 知道吗 这不是废话吗 我是大夫 我当然知道 嗯 某人点头 我们家恒恒终于长大了 于是凤与恒也给了他一记有力的回击 长大了 就不能再跟你睡一个床了 不然 你就是不要脸 癸 他失笑而笑 自从跟你在一起 本王出门就没带过脸 他还能说什么呢 这人不是不要脸 他根本就没脸 啊 凤与恒崩溃 好在某人也算是有同情心的 不过既然是癸水造访 那本王若要邀请爱妃同床 也显得太不人道了 他一边说 一边指着这卧情理后架的那张床 道 要不 这几日就委屈爱妃 在这张榻上休息一下吧 凤与恒瞬间复活 不委屈不委屈 我觉得甚好 他都想给玄天明鞠躬了 那什么 你先睡着 我去洗手 呃 我去茅房 说完就要往外跑 却又被玄天明一把给捞了回来 他哭 你到底要怎样啊 谁知人家并没有使坏的意思 只是提醒他 你的袍子后头染了血 就这么跑出去 怕是不妥 对哦 他差点忘了这茬 真是太久不来大姨妈 基本规则都给忘了 玄天明见他一脸傲恼的小模样 觉得十分好玩 可又不忍心在逗弄他 女人来回水时 听说是很难受的 这丫头的脸都白了 他怎能再欺负他 一把扯下身后披风 将这小丫头给包裹起来 再贴心地系上袋子 这才道 去吧 这样就没有人能看到了 我叫人给你送新的衣裳来 他心里一阵感激 点点头 快速出了卧窟 没看到身后玄天明嘴角样起的 那抹指不住的笑 他的横横终于长大了 养了这么久的小白兔 终于长大了 虽然这只小白兔会吃人 不过总的来说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还是挺乖的 他得再好好养养 过两年 养得更肥一些 才好吃 嗯 才好吃 对于来大姨妈这个事 其实凤与横 原本是有心理准备的 这身体到了13岁这个年纪 怎么说也该来了 他早就备好了卫生棉 和特殊时期穿的底裤 就放在空间最显眼的位置 以备不时之需 可这段时间在练钢 练得太投入 居然就把这个茬给忘了 现在算算 前世他的生理期 就是在月初 这次也是一样 这两具身体巧合的 在这方面得到了统一 不知道今后在其他方面 还会不会有更多相互交融的时候 就在卧库的旁边 就有专供他二人方便之所 凤与横进去之后 立即引入空间 抓起柜台上放着的卫生棉 就冲进了卫生间里 再出来时 终于松了一口气 还好他有这个随身空间在 若是只身穿越 只怕这种时候 就只能效仿古代女子 以棉不果实惠用了 他直接穿着空间里的 一套珊瑚绒睡衣出来 染血的衣袍 已经塞进洗衣机了 玄天明的披风 被他拿在手里 走一路 被人围观了一路 他按理复匪 没见过睡衣啊 久违的大姨妈再度造访 给凤宇恒带来的痛苦就是 根本无法入睡 玄天明就看到 边上床榻上的死丫头 翻来覆去地折腾 一会儿脸桥里 一会儿脸桥外 一会儿挺着身 一会儿拱着身 一会儿又干脆坐起来 他无奈了 你到底睡事不睡 凤宇恒瞪他 女人来溃水的时候 肚子会疼你知道吗 玄天明摇头 不知道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肚子疼 很疼 疼得睡不着 还有 你屁股出血试试 看你还能不能安稳地 躺在床上睡大觉 玄天明再一次感叹 媳妇真是威武 不拘小节 但是媳妇 这样的话 咱们也就在家里说说 当着外人的面 可不能行睡啊 他又不傻 我不想跟你睡了 他穿鞋下地 边上不是还有个卧窟吗 我到那边睡去 那怎么行 玄天明不干了 这睡到一半你走了 你要外头的将士们 怎么看我 凤宇恒真是快要气炸了 我们还没成婚呢 就这么天天 在一个屋里睡着 你要外头的那些将士 怎么看我 他有些理亏 左右都睡了这么久 要有看法也早就有了 你现在改变 根本也来不及 怎么来不及 他瞪他 反正我来癸水的这七天 是绝对不要和你 睡在一间屋子里的 哎 似乎柳安花明 你的意思是 只是来癸水的日子 要单独睡 七天之后还会回来 嗯 凤宇恒点头 那你去吧 他再不拦着 很大力地挥了挥手 去吧去吧 本王也困了 要休息 他咬咬牙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等他好了的 定是要好好收拾 收拾这个出门 不带脸的家伙 凤宇恒愤愤愤地走出卧窟 拐了两个弯 到了另外一个卧窟内 送他过来的将士 苦着脸说 县主 您确定要搬家吗 将军醒了 会不会生气 你家将军本来就是醒的 放心吧 他准了 不会为难你们 那将军这才松一口气 然后帮着他把石门打开 再道 那县主您好好休息 他当然要好好休息 不过肯定不是在这地方 凤宇恒笑嘻嘻地 一头扎进空间 在扑到休息室的床上时 脸上总算献出满足 就是要睡在这种 有现代化卫生间的房子里 才能安心吗 他闭上眼 开始琢磨着 跟玄天明大婚以后 一定得想办法 在御王府鼓道出一个 有抽水马桶的卫生间出来 还有 如果把药房空间 那只马桶给刨下来挪用 那里面会不会 自动再给补充一个 到底是疲劳过度 想着想着 人就睡着了 却不知 就在他刚刚进入梦乡的时候 空间外面的卧库里正 轻手轻脚地摸进一个人来 媳妇你太豪迈了 某人为了行这不义之事 也是蛮拼的 坐着轮椅在墙角等了老半天 精心地算计着里头的人 从躺下到入睡的时间 估摸着差不多了 这才在门口两名守卫鄙视的目光中 特别不要脸地摸了进来 邻关石门时 还听到其中一名守卫嘟囔了句 将军也是的 要进就大大方方地进呗 整个跟做贼似的干啥 另一名守卫告诉他 明显是县主不想让他进来 不然就在那边歇下多好 何苦躲到这边来 那咱们把将军放进去 县主醒来会不会生气啊 如果不放 将军现在就会生气 行了行了 反正是他们两口子的事 咱们少管 玄天明抽了抽嘴角 这俩小子还算上膽 凤玉恒进了空间时 是把这卧库里的烛火都灭过的 玄天明轻轻转动着轮椅 往床榻边蹭 也看不清楚床榻上的人是怎么个 姿势睡的 就伸手往边上一摸 空的 他想 人肯定是睡在了里面 正好 也省得他费事了 一嵌身 人从轮椅上挪到床榻上来 鞋袜脱掉 外袍脱掉 想了想 把上衣也给脱了 还得是跟媳妇一起睡觉踏实 他抱着这样的想法 往枕头上躺去 手臂往里头一伸 就准备把死丫头捞过来 搂在怀里 谁承想 却扑了个空 嗯 玄天明那了闷 在伸手往里滑啦滑啦 还是没人 他大惊 腾个一下坐起来 从脱下来的外袍里 磨出火石 打开之后 冲着卧窟墙壁的几个上坛了几下 窟内瞬间通明 再转回头往榻里看去 哪里有凤雨恒的影子 外头的人 进来 猛的一声大吼 他一边穿衣服 一边坐回轮椅上 带守卫推开石门进来后 马上就发问 县主呢 两名守卫看了看窟里 也是一愣 不对啊 属下明明看见县主进来的 而且进来之后 就再也没出去过 玄天明指了指床榻 再指了指四周 人呢 那两人吓坏了 凤雨恒确实没在卧窟里 难不成是失踪 不可能啊 这卧窟就有一道石门 还有个小的通风口 可是那通风口太小 连三岁小孩都爬不过去 更别提是大人 于是这二人一口咬定 县主一定还在卧窟内 绝对不可能出去 其中一人又道 要不将军 您再仔细找找 没准是县主 跟您闹着玩呢 他一边说 一边指了指这窟里 放着的几只箱子 和几个大柜子 意思很明显 唐王补缠黄雀在后 你能在外头蹲点守候 就不行 人家也躲起来拆你的台 玄天明倒没这么想 不过这人的话 倒是给他提了个醒 卧窟除了门之外 是出不去的 这个他肯定 更何况他之前 自己也在外头守着 并没有见到那丫头出来 既然这样 死丫头秀内有乾坤 他该不会自己 把自己给塞到袖子里了吧 行了行了 你们先出去 他挥手赶人 还不忘提醒一句 这事不可对外张扬 两名守卫赶紧点头乘势 齐齐退出卧窟 玄天明倒也不是 对守卫的话 完全没上心 箭石门从外面又关了起来 他赶紧把这屋里的 箱子柜子都翻了一遍 没打开一个柜门时 心里配合着的 前台词都是 我就知道 你在这里 然而 所有箱柜开过之后 人还是没看到影子 此时 他几乎已经可以断定 那丫头是动用了万间乾坤 此时人不知道 引到什么地方去了 玄天明重新坐回床榻 衣服又脱了一遍 这床榻铺得很用心 十分疏软 死丫头不睡 他睡 只是一闭眼 就又开始琢磨起来 凤与衡那万间 到底是和乾坤 不但可以装物取物 甚至还能把一个大活人 都给装进去 玄天明纠结了 人怎么才能把自己 给塞到自己袖子里 带着这个疑问沉沉睡去 卧窟外头两个厅墙角的守卫 也直起身来 重新站回到岗位上 没动静了 看来是搞定了 我就说嘛 人明明进去了就没出来 怎么可能没有 将军也真是大惊叫怪 而此时 空间里头的某人正 四仰八叉地趴在床上 一点形象也没有 根本就不知道 空间外的那张床 已经被人征用了 其实他一直就喜欢 这么没形象地睡觉 可是来到这大顺巢 为了让自己能更淑女一点 他总是刻意地告诫自己 睡觉一定要文雅 不然万一哪个丫头进来 一看到他如此睡姿 还不得被笑话死 可惜文雅什么的 一睡到熟悉的床上 就全都抛在脑后了 更何况 他现在还来着大姨妈 凤与恒这一觉睡了一天一夜 在醒来时 精神总算稍微好了一些 他起床洗漱 还喝了杯牛奶 喝完之后也没多想 人还坐在空间的椅子里 意念一动 便从空间里出了来 这个距离何地理位置 也不知道是怎么找的 这一出来 居然人 直接就是在床上的 凤与恒揉揉鼻子 好巧 呵呵 真的好巧 可是 他动了动 屁股底下是个什么东西 软软的 好像还会动 哎 不对 怎么又变阴亡 这丫头一下就清醒过来 医学知识瞬间回传大脑 他立即意识到 屁股底下坐着的这个 可以随着他的扭动 而从软到硬的东西 好像是男性身体上的某个器官 他气得爆叫 玄天明你个滚蛋 又爬我的床 这一嗓子动静极大 直接把外头的手位给震翻了 这二人经过一轮换岗 已经又换回来 两人还在打赌 屋里 二人会在什么时辰起床 突然就听到这么一嗓子 当时救下的一哆嗦 不愧是继安县主啊 这天底下 敢这样骂九皇子的 怕是除了皇上 也就只有他了 卧窟里 被他坐到屁股底下的人 一声闷哼 某个部位的东西 又长大了些 你要是再不起来 本王可就不客气了 凤与恒疼的一下跳了起来 满面仗红地瞪着他 咬牙道 流氓 寻天明被他 做得这个难受啊 原本正坐着 老媳妇睡觉的美梦呢 突然就来了这么一下子 他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啊 哪里能受得了这个 他坐起身 低头看了一眼 已经被凤与恒 成功唤醒的兄弟 无奈地道 咱俩也不知道谁是流氓 没听说哪个姑娘家 直接就往男人身上骑的 那是因为 你爬了我的床 凤与恒气得双手插腰 谁知道你会在这儿啊 我坐我自己的床怎么了 有错吗 玄天明道也有话同他说 错是没错 但是爱妃 你能不能给本王讲讲 你是怎么坐上来的 或者换句话说 你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 突然坐到本王身上的 扑 直戳软肋 凤与恒蔫了 站在床边对手指啊对手指 人家本来就在屋里 本来就在床上 本来 尼玛 变不下去了 你管我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我现在 是在问你为什么 要爬上我的床 玄天明早就想好了理由 本王早就醒了 想过来 叫你一起吃饭 吃完了 咱们好继续练刚 谁知道你不在卧窟 外头的人 还说你没出去过 本王没办法 就只能留下来等你 谁知 等着等着 居然就睡着了 本王承认不应该睡着 可是 爱妃你的唤醒方式 实在是有点特别 本王有点受不住了 他的脸也有些红 当然这绝对不可能是不好意思 而是某些生理原因导致的发胀 哦 等我的时候等睡着了 他点点头 不怀好意地盯着他身上看 我长大这么大 还头一次听说在别人房间里 不小心睡着 还能正正好好睡到床榻上 更没听说过 还有把衣服脱得这么利索的 玄天明 你睁眼说瞎话的本事 我又不是第一天见了 跟我装什么装 他也不干了 死丫头 你睁眼说瞎话的本事 也没照我差到哪去 我在这儿等你一天一夜了 你碰的一下就凭空出现 当我是傻子呢 凤与横雨节 瓦擦 被发现了 那个 你究竟 看到了什么 他小心翼翼地问 脑子里不停地打转 如果玄天明 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追问到底 他该怎么打 我看到你坐在我身上 正对着我不停地扭来扭去 还有你的小爪子 往下摸了两把 玄天明气得咬牙 该死的 替别人圆晃这事 他还真是第一次干 好奇心已经快要把他逼死了好吧 可是看这丫头 一脸懊恼又紧张模样 他知道 很多事情他若想说 自然会同他说 可换作他来逼问 兴致就变了 他宁愿自己好奇地苦一些 也不想为难这丫头半点 心中苦叹 又补了句 反正一睁眼 你就已经在我身上坐着了 凤与横小心追问 你刚才不是说 我碰的一下就凭空出现吗 他卧圈 夸张 一种夸张的说话方式 你懂吗 你又不是神仙 怎么可能凭空出现 做梦呢你 他松了一口气 面上一下轻松起来 笑嘻嘻地坐到床榻边 跟他解释 洞窟里又不分白天黑天 总是暗乎乎的 我哪知道你在这里啊 好啦是我的错 你快起来 我都饿了呢 刻意地避开他失踪 一天一夜的话题 凤与横点了烛 强行地把人给从床榻上 拖了起来 很是殷勤地亲自侍候 他穿衣 穿袜 穿鞋 再到墙角 去把脸盆架子 给挪到了他跟前 夫君 我来侍候你洗漱 玄天明看到那脸盆架子边上 到底还是没忍住 说了句 本王记得 这卧库内的脸盆里 原本是没水的 全面闭关 凤与横俯额 让你洗你就洗 哪那么多废话 他失笑 死丫头终于翻脸了 有时候想想 自己也是有点找虐的倾向 这丫头和颜悦色的时候 他就觉得怪异 反倒是彪悍起来 他心里更加踏实 玄天明最后总结出来的是 本王也是个怪胎啊 两人洗漱完毕 凤与横挑衅一般地 又当着他的面 把那一盆水 给塞到袖子里倒空了 再拿出来时 脸盆都洗得干干净净的 他已然淡定 觉得有这么个媳妇 真是不错 人生处处有惊喜啊 横横 他扯了扯自家媳妇的袖子 改天你把本王也 塞到袖子里试试呗 本王也想看看 你那里究竟是何等乾坤 凤与横贼兮兮地瞅着他 瞅了半天终于来了剧 美得你 然后小身子一晃 眨眼功夫就溜到了石门口 用力降门一推 冲着外头的将士道 凤与横突然这么一推门 他们触不及防 根本来不及躲 直接把鼻子给磨破了皮 二人捂着鼻子苦着脸道 县主 饭菜早就备好了 属下这就去给您端 玄天明在屋里摆弄起了鞭子 看来 卧库外头的守卫 是该换换人了 简直没有隐私 不一会儿的工具 将士们把饭菜给端了上来 玄天明告诉他 本王特地嘱咐 帮你预备的饭菜 快看看合不合胃口 嘴上是这么说 那表情简直就是 快看看本王贴不贴心 凤与横怀着疑惑的心 向那几道菜看了去 当时就囧了 溜猪肝 蒸猪血 炒猪腰 炖猪蹄 前三道他还能理解 来大姨妈妈 需要补血 但那个炖猪蹄 是什么鬼 下 下奶 他嘴角都抽筋了 特别无奈地问端菜的将士 有没有清淡些的 将士点头 有粥 好吧 红枣桂圆莲子粥 凤与横怀着万分复杂的心情 吃完了这顿饭 虽然心中富匪不断 却并没有埋怨 玄天明半句 他知道这个男人是为了他好 只不过 毕竟是个大男人 又是个皇子 他哪里懂得 女人荆妻 到底是应该怎么个养护法 能琢磨出来 要补血 就已经够难为他了 自己再挑剔 就实在说不过去 两人闷头吃饭 偶尔筷子相碰 倒是显得十分温馨 只是卧库里却有些沉闷 他开始琢磨着 要不以后吃饭的时候 放点音乐吧 这时 一直没有说话的玄天明 忽然开了口 是同他道 你到底去了哪里 我可以不问 但是横横 至少 你得让我知道你很安全 你不知道 找不到你 我的心情究竟是怎样的 他听出他言语里带了委屈 鼻子有些发酸 用力吸了两下 这才认真的点了点头 这次是我不好 以后不管去了 我一定会告诉你我很好 很安全 他想了想 又道 当初凤铜县凤家 祖宅起火 你是不是也这样躲过去的 是 他不瞒他 听到七哥的声音才出来 那就好 他松了一口气 这样我 以后就可以少为你操一点心 终于把饭吃完 凤雨恒虽然小肚子胀胀的 但依然精神头十足 他对玄天明说 走吧 我们继续去练钢 他有些担心 你要不要休息几点 不用 他摇摇头 心里惦记着练钢的事 怎么可能睡得着 实在太困了再睡就行 咱们走吧 他被这丫头强拉着出了卧窟 两人先到虚天窟内的熔炉地区 看了一次 铁匠们已经掌握了造扎出扎的技术 但学徒们却学得慢一些 正在由他们的师父指导 凤雨恒跟他说 等学徒们把这前两步学好之后 这边留一位铁匠师父监工 其他人就调离开 分成几组去做别的 两人一边说 一边往窟外的熔炉走 拉风向的116名将士 已经练习得十分纯熟 见他们回来了 一个个高兴地围上前 那个被选为头领的小将士道 将军 县主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玄天明扬声道 兴师对那将士说 一次不需要这么多人 还是像以前那样 四人一组 轮着来 累了就嫌 其他人可以留下来看 也可以去休息 但是不可以乱 也不要喧哗 县主放心就是 那将士点头应下 然后转身 去跟其他人交代 凤雨恒问玄天明 你可知 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哪一步 玄天明正色道 可是氧化 他点头 没错 接下来是两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氧化期和脱炭期 氧化期的主要任务 就是氧化钢业中的炭和灵 去除气体以及杂物 使钢业得到均匀的加热和升温 我这样说你或许还不明白 咱们一边动手 一边再仔细琢磨 他一边说 一边打开熔炉 玄天明知道 又一轮新的挑战 即将开始了 脱炭其实也应该归到氧化期里 因为它是氧化期的一项重要的操作工艺 为了保证钢的纯度 要求脱炭量大于0.2%左右 他说到这里便炖了炖 或许你还不明白 0.2%这个概念 我这样来讲 100个馒头 其中的一个叫做1% 0.2%呢 就是把这个馒头再分成10份 其中的两份 对于这100个来说 就是那0.2 玄天明想都没想 就点了点头 明白 好 凤与恒越来越觉得 跟玄天明一起工作 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 很多现代化的理念 一说它就通 很多现代化的东西 一次接触 它就能习惯运用 比如说钟表 这让他很是欣慰 那咱们开始 随着他的一生开始 所有人都进入了工作状态 连带那些留下来围观的将士 也屏住了气息 认真地盯着凤与恒 和玄天明的动作 一眼都不想错过 凤与恒告诉拉风向的四名将士 这个环节 对于风向的要求十分之高 你们可能根本没有休息时间 一组拉不动了 马上就要换另一组 千万不能疲劳作业 否则力道稍有偏差 对楼里的东西影响就太大了 他不是威严耸听 风力到底不如电力那么稳定 一切都靠人工 这就有了太多的不确定性 好在操作风向的这些人 是军中将士 不管过去还是未来 将士都是最执行力 最强的一股力量 抢险救灾要将士 国际体育盛世的开幕演出 也要将士 因为人们知道 只有部队里的将士 才能把长官的指令 当成生命一样的去重视 去完成 在他们的脑子里 下级对于上级 就是无条件的服从 军令如山倒 由将士在万事皆成 养化七和脱炭七 耗费了凤与恒极大的精力 他顶着胀痛的小腹 坐在熔炉前 小脸蛋被炉火印得红红的 煞是好看 但谁也没有精力去欣赏 就连玄天明都一心盯着炉子 炼钢的步骤越往后面就越难 很有可能到了最后一步 就全盘失败 那是他绝对不想看到的结果 终于 这一炉到了时间可以打开 就见凤与恒冲着 拉风箱的将士一仰手 喊了声 停 风箱停 熔炉开 他将经过融化七得来的钢叶 从里面取出去 置于地面 然后用一只小勺子摇起一点 看了许久 却是摇了摇头 加热不均 脱炭量连0.1%都不足 再来 没有人气馁 因为有了前面几次的经验 人们都知道 一次就想成功 那是不可能的 越往后越费劲 折腾十回八回都是少的 搞不好十天八天都有可能 然而 事情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你越是对他抱有太大的希望 他就越是要失败 反过来 你若觉得无所谓 或是肯定不行 他反而倒是容易成功 就像这氧化与脱炭期 他虽然也没觉得 这关太难过 却也绝对没想到 居然第二炉就得到了成功 当他的小烧咬上钢叶的一刹那 熟悉的手感 色泽 味道扑面而来 他心头狂喜 几乎难以置信地看着玄天明 成功了 这份钢叶的脱炭量 至少达到了0.3% 玄天明 这是极品啊 一句极品 说得玄天明 以及周围这一百多名将士的鸡皮疙瘩 都起来了 那种激动 已经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人们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振奋之情无处宣泄 甚至已经有人跪了下来 凤与恒决定一股作气继续开炉 终于在连接了36炉之后 出了28炉成品 玄天明很高兴 抓着他的手说 这是个好现象 至少将士们的气势鼓舞了起来 只要气势在 气场就会在 咱们的钢一定能练得顺利 他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但接下来是金炼期 不需要这么大的风箱发力了 须天窟里的熔炉地就可以完成 于是 他提议 禁窟作业 金炼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不用人多 却需要极其仔细 咱们两人来完成是最好 而且 我长时间在外头也不方便 玄天明明白他的意思 自去跟将士们交代一番 二人这才回了虚天窟内 凤与恒随即宣布 他二人全面闭关 闭关期间 除了送饭的将士之外 他们不见任何人 也绝对不会走出虚天窟半步 军中大小事物 暂且由各小营统领负责 直到钱里回来 再全面接管 人们本以为他二人就算闭关 有个十天八天的 也该出来了 却没想到 熔炉地内年月模糊 春夏交替 但凤与恒与玄天明 终于从虚天窟内走出时 已经是一百零八天之后 新刚大成 外头怎么这么热 这是凤与恒出关之后 说的第一句话 熔炉的温度高 他们二人都是穿着薄衣 可除了熔炉的 走在虚天窟里 却又觉得凉 便又将冬装换上 虚天窟常年低温 即便是三福天 也要穿棉袄 这两人练钢练糊涂了 根本就没意识到 闭关到底有多久 直到听到他说热 关了多久 凤与恒想了想 最多也就一个月吧 不可能 玄天明指着这些将士道 你看看 人家都穿下装了 他大惊 仔细去看 可不是吗 薄一薄衫 甚至有人干脆光着膀子 望穿黄泉也在人群里 一见二人出来 赶紧就上前行礼道 奴婢见过殿下 见过小姐 凤与恒俯额 这俩丫头都穿纱裙了 不由地问道 现在是几月 望穿达 已经六月中了 小姐和殿下这次闭关 足足有108天 二人再次大惊 108天 三个多月 农历的六月中 相当于杨历七月下旬 酷暑啊 凤与恒二话不说 赶紧把身后的披风 给扯了下来 而此时 玄天明却也顾不得自己 也热着满头大汗 面上难掩兴奋 将手中一块 硬物高高举起 朗声道 我大顺的第一块钢 成了 这句话出 四周接近 就好像时间突然被定格住一样 所有人都不说话了 甚至连呼吸都拼了去 夏季的大山聪裕茂密 鸟缠清明 却在他的这一句话下 鸟不动 缠不语 一刹间 就只剩下远处 大河湍急的水声 人们一个个瞪大了双眼 死死地盯着 玄天明手里的那块东西 老铁匠们跌跌撞撞地上前几步 看珍宝一样 看向那块叫做钢的东西 就连望穿黄泉 都双眼放光 原本隐于各处的暗卫们 也纷纷现身 谁也不愿错过 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也不知道是过了多久 有人颤着声音问了句 就是钢 玄天明点头 没错 这就是钢 华 众欢呼 掌声雷动 喜悦之情不知如何言表 将士们冲着大山大声欢吼 铁匠们则甘然冲着那块钢跪了下来 老泪纵横 许是这边的气氛太过浓烈 大营那边的人们也有所感应 一批又一批地往虚天窟这边集中 加入到狂欢的队伍中来 别说是将士和铁匠们 就连凤雨恒自己 也被这样的气氛所感染 108天的闭关 没有人能够想象 他与玄天明二人熬过了怎样的苦 熔炉的就像个大蒸炉 闷得透不过气来 虽有通气口 但也仅能保证人 在那样的环境下可以存活 想要活得舒服 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炼钢是二人心中的一个信念 凤雨恒是为了挑战自己 想要在这个完全没有任何 高科技可言的时代 造出新钢来 而对于玄天明来说 大顺有了钢 就相当于在这个天下的地位 又高出一截 比之其他各国 又往前迈出一大步 总之 这刚一练起来 那就是根本停不下来的节奏 起初 他们还会每隔两日 就到卧窟去休息一次 可是越往后越进入关键环节 不但难度逐步提升 也更要求操作的精准度和持续性 两人完全没有时间再往卧窟走 一日三餐都并做了一餐 困了就靠在石壁上瞇一会儿 可最多也就瞇几十分钟 马上就要醒来 进行下一步操作 最苦的时候 两人练着 练着全睡着了 结果错过了时辰 料全废掉 一觉醒来 还得重头开始 还有一次烧干了炉子 要不是外头的将士硬闯进来 把他们给救了出去 恐怕两人都得被烟呛死 好在他还有个随身的空间 冰镇的水从来没有缺过 时不时的 还会拿出几桶方便面 来凑合一顿 可光是解决吃喝还不行 人还有许多必须的生理需要 特别是他大姨妈已经造访 每月都会准时光临 他就必须要随时随地进空间里 去处理 而玄天明 这些日子也习惯了一个大活人 在眼前突然消失 最初觉得新鲜 后来也就不去再意 他知凤宇恒是安全的就好 能有这么一个隐身的本事 日后若是遇到危险 好歹也能保住一条命 总之 所有的苦都熬了过来 终于让他们炼成了一块真正的钢 虽然只是手掌大的一小块 但通过这块钢的炼制过程 他们也制定出了一系列新的炼钢方法 凤宇恒相信 有意这次的成功 钢这种东西在大顺军中的普及 已经指日可待 将士们的兴奋持续不减 凤宇恒看到依然跪在地上的铁匠中 为首的就是那个 想要为自己孙子求情的老者 他走上前 亲手将那老者扶了起来 然后问道 老先生 你看这样大小的一块钢 打一柄刀出来 可够 一听到凤宇恒与他探讨技术性问题 老者马上严肃起来 盯着那钢又看了半赏 点了点头 如果不费料 应该够打两柄 凤宇恒道 如此甚好 那我便将这块钢交给老先生 您就用他来打这一柄刀出来 再由我和殿下亲手呈现给皇上 可好 老铁匠眼一亮 真的 真的 铁匠很命地点头 颤抖着手 把那块钢从玄天明的手里接了过来 激动得一刻都不等 狂笑着就跑进了须天窟里 给他当学徒的少年 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我爷爷就是这个性子 怕是这钢刀不打出来 他叫也睡不好呢 说着 冲二人行了个礼 也跟着进去帮忙 玄天明朗声宣布 众将听令 被酒肉勾火 今晚大宴三军 名誉整修 自后日起 正式投入炼钢 主帅亲手炼钢得到成功 这相当于给所有人打了一记强心针 原本那些因为在军中等了太久 而变得心里没什么底的铁匠们 也再次振奋起来 很多人已经跑进须天窟 去看那老铁匠之刀了 剩下的 也有领头的人给分好了小组 就等着后日分派任务 前里走上前来对二人道 末将早已将另外五十名铁匠带了回来 五人一组 共分出十组来 全部都厚在大营里 就等着将军和县主出来派遣呢 玄天明一摆手 一切事以后日再说 眼下得让你们县主好好写写 凤玉恒是真的很累 一直在里面练钢 或许还感觉不到 如今钢城 精神松懈下来 浑身的伐劲就都上了来 他带着望穿黄泉 回到大营那边 先去看了姚氏 姚氏的身体 如今已然恢复了八成以上 整个人乍看起来与正常人无异 只是迈向还有些福 却已无大碍 只需继续调养 便可得彻底康复 见他来了 姚氏很高兴 拉着他的手 不停地问些关于练钢的事 听说新钢已经造出来 便尝出了一口气 很是有些庆幸地道 我还真担心 你练不出钢来 咱们给军营添了这么多麻烦 如果这钢练不出来 可怎么跟人家交代啊 凤玉恒拍拍他的手被劝慰道 娘亲想多了 女儿从不打狂语 说能练 就是能练 姚氏也叹道 我的阿恒 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娘亲放心 只是 他顿了顿 才道 你在军营里能帮得上忙 我在这里就没有那么名正言顺 所以 我想 萧州那边 我会尽快着人安排准备宅子 现在新钢出炉 铁匠已经拿去打制 治好之后 我与殿下会亲自将钢刀送到皇上面前 带这些事情办法 阿恒会亲自送娘亲到萧州去 姚氏松了口气 又道 其实也不用你送 你那么忙 派些人送我就行了 凤玉恒摇头 子芮不只是娘亲的亲生儿子 他也是我的亲生弟弟 天底下哪有不疼爱弟弟的姐姐 娘亲就别劝了 他没在姚氏这边多呆 说完了要说的事 就带着望川黄泉出了来 望川看出他面色不好 劝了句 夫人也是让这离魂伞给闹的 小姐别太往心里去 少爷年幼 夫人多惦记些 也是应该的 我知道 他面上没有什么过多的表情 语气里却带了点点失落 待事情都办完 尽快送他到萧州去吧 三人回到凤玉恒的营帐内 黄泉忙着帮他背水沐浴 望川则紧着跟他说 这三个多月的消息 清玉来过几次 听说小姐在闭关 便止住了一晚就回去了 千州的人 早在小姐闭关一个月左右 就到了京城 抬了不少嫁状到凤家 也把那一千万两黄金 悉数送到了县主府 清玉说他留了八百万两 收入府中暗示 另外两百万两 则兑换成了小额的金票 以便随时取用 凤玉恒点点头 清玉在这方面 总是考虑得很周全 把家里的财政大权交给他 我很放心 望川继续道 儒家公主的伤势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能下地 只剩下八还没除境 人暂时还留在宫里 抗仪长公主几次提出 要把人接走 皇后娘娘都没同意 他想了想 问望川 可知道千州这次来的是些什么人 如今可回去了 望川摇头 来的是位皇叔 带着两名文官和两名武将 人如今还没回去 被皇上留下了 说是要等县主练出新纲来 给千州的人开开眼 哦对了 那皇叔还带着自己的小孙子 是个四岁的小男孩 论起辈分 是那儒家公主的表弟 凤与恒琢磨了一会儿 这样的人员配置到 也算是正常 宋嫁壮 有个长辈 随行的有文官武官 还带着个小孩子 看起来很是和平友好 可他怎么总觉得 这事儿 并没有表面上 看起来那样简单呢 凤府可有什么动静 望川沉下脸来 有 你猜你猜你猜猜猜 千州的嫁壮 很给康义提气 老太太见前眼开 一下子对康义的态度 就好转起来 小姐不在府里 即便成敌姐妹 极力打压 还是压不住 康义如日中天的势头 她很会做人 千州抬来的嫁妆 多半冲了宫中 还有一部分 直接抬进了老太太的院子 一个月前 康义成功地 从老太太手中 带到了凤府中馈 且也早在小姐 离京后没多久 便跟凤相圆了房 韩氏的肚子 一天比一天大 据说康义照顾得 很是仔细 请了十个千金客的郎中 一起照料 四小姐对她的态度 有所改观 凤尘鱼更是跟她关系极静 倒是三小姐 想容怎么了 凤与恒隐隐隐绝处不对劲 且不说康义 韩氏那肚子 一天天大起来 当初想容撞到她 衣衫不整的夜行鱼湖边 此事必将成为 韩氏心头的一颗毒瘤 从前她在府里 对方还不敢怎样 现在她离京那么久 难保那韩氏 不会动些歪主意 望穿轻叹 当初木耳粉毒害韩氏之事 也不怎么地转嫁到了 三小姐身上 她人现在已被送到 浦都安关着 有近两个月了 对这个结果 凤与恒并不意外 她走之前 刚刚发生了离婚散的事 在凤家人眼里 安氏和想容 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已经不可能再与她交好了 一个适了靠山的庶女 还不是任人柔念 罢了 她摇摇头 想容那个性子 也是该磨练一番 不让她惊些事 怕是那孩子 永远都长不大 左右没几日就要回京 到时再想办法 三个多月了 算上闭关前的日子 她离经已满四个月 四个月的时间 足够发生很多事情 凤与恒知道 何止望穿所述这些 只不过 她逃开了那个地方 便是置身室外 可一旦回去 便又是躲也躲不开的纠缠 黄泉的水已经备好 她坐进浴桶里 舒舒服服地泡了个热水走 再狠狠地睡了一白天 夜幕降临时 黄泉把她叫了起来 晚宴就要开始了 小姐可得起来打扮打扮 凤与恒迷迷糊呼呼地爬起来 对着黄泉捧到跟前的艳丽一群 却一点兴趣都没有 军营里进来的女人不容易 但这个女人 你最好老实点 别动不动就穿红带绿地四处招摇 将士们不是不爱看 而是看完了干着急 与身心不易 她推开那裙装 对黄泉道 我自己早有准备 不要这个 黄泉也没多想 笑嘻嘻地去给她被水洗漱 凤与恒却将意念投进空间里 休息室的柜子打开 翻了半天 终于在最下面一层 翻到了一套她珍藏多年的宝贝 那是一套女士迷彩装 和一双军鞭 长衣长裤 薄款的料子 最是适合初秋的天气 而眼下虽是盛夏 但山傲子里夜风极凉 比初秋还要冷上一些 穿这身刚好 那是她15岁生日时 父亲送给她的礼物 从此以后 注定了她一辈子 都要跟那片军绿色打交道 15岁那年还在读初中 平时上学都要穿校服 以至于这套 当时十分喜欢的迷彩装 只能在放假的时候 穿起来每上几天 后来个子长高 这衣装就再穿不进去 却因为这是她生平 第一次拥有迷彩 而被当成宝贝一样 一直收着 没想到 15岁那年的衣装 如今却派上了用场 县世这个身体 比前世要高尚一些 虽然才13岁出头 但她换上这身迷彩 却并未觉得不合身 只是望穿黄泉看傻了眼 望穿为难地问她 小姐 外头不再套一层裙子吗 她无奈 坚定地告诉他们 不用 这衣装就是这样的 你们来看看 她指挥着二人 上前来摸摸料子 这种衣服叫做迷彩服 是专门为军队训练和作战 而设计的制式服装 你们看这些颜色 有绿色 黄色 茶色 这些颜色组成不规则的图案 目的在于 形成一种新式的保护色 便于着装人员 隐藏在丛林 深山 沼泽等特殊的环境下 有效地抵御敌人侦察 迷惑对方视线 你们可以理解为 跟夜行一是一个道理 夜行一适用于暗卫 这种迷彩服 就适用于部队作战 望川黄泉原本听得有些迷糊 但最后一个夜行一的 比喻到是让他们开了窍 瞬间就明白了 这所谓迷彩庄的绝妙之处 黄泉赞呗 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望川却比他心思细腻 抓到了凤与恒关键的一句话 小姐说这是专门设计的 是谁设计的 你自己 凤与恒点头 没错 就是我自己 他还能说什么 有的时候 丫头太聪明了 也不是好事 好在望川没有再追问下去 二人 事后他洗漱之后 就准备出帐 一掀帐帘 就看到玄天明正在门口 坐在轮椅上 往这边看来 两个丫头立即闪身 把凤与恒给让了出来 凤与恒的这一身打扮 让玄天明也是眼前一亮 这三个月来 他见过这丫头 穿各种奇怪的衣裳 可却从来没见过这一套 怎么说呢 虽然颜色看上去 并不适合女孩子 却可以穿出那种 撒爽英姿来 衣服还不是最大的亮点 亮点是那双鞋子 那是什么材质 皮的 皮能做得那么亮 那么硬 可以打磨得那么亮 这一切都是在 玄天明的知识范畴之外的 越是跟凤与恒接触得多 他就越是有感触 这丫头脑子里 有太多太多新鲜的 有用的东西来 等待着他探索与发现 一来二去的 他开始喜欢上这种游戏 总会不自觉地去猜测 这丫头的袖子里 还能掏出些什么 他冲着面前的丫头 伸出手 媳妇 凤与恒笑嘻嘻地跑上前 将小手塞进他的掌心 大雁三军 将军 你是不是也得给我一些奖励 我可是练钢的功臣啊 玄天明失笑 你要什么 他歪着头想了半天 却不知道该要点啥 玄天明捏捏他的小脸 死丫头 我所能给你的 不用你开口来要 只要我有 就都是你的 即便我没有 若那东西真好 我也会为你找来 嗯 找不来咱就抢 管他到底是谁的 甚是满意 这个未来夫君越来越上道 很适合他胃口啊 勾火焰早就准备好了 一谈一谈的陈酒开启 离着老远 就能闻到那种浓郁 又纯粹的酒香 三万将士围在空地四周 一层层地 十分壮观 有人 把已经处理好的牛羊架在火上翻口 还有人 将白天打到的野位 也拎了出来 凤与恒推着玄天明的轮椅到场上时 所有人都放下了职位尊卑 就像老朋友似的 跟他们打着招呼 甚至有年轻将的将士大声地赞叹 县主好美呀 可也马上就有人纠正他 这不叫美 这叫英气 玄天明听了哈哈大笑 半回头对他说 你在他们眼里 就是仙女 有耳朵间的人听到了 立即响应 没错 县主就是仙女 只有仙女才能把刚这种东西 带到我们大顺 一提到刚 就意味着 话题要进入今晚欢宴的主题 那些同样参加了晚宴的铁匠们 纷纷站了起来 冲着凤与恒和玄天明齐齐跪下 有一人带头道 我等平民百姓 一辈子靠打铁为生 本以为能在本州本府 被人赞一句 好铁匠已是这辈子最大的荣耀 却没想到 有朝一日 竟然可以为大顺炼钢出一份力 前副将召集咱们前来大营时就说过 炼钢之事 虽是大顺秘中之秘 但是成之后 我们并不会被杀了灭口 其实咱们想说 就算是将军和县主杀了我们 我们也是愿意的 打了一辈子铁 如今 居然可以炼钢了 若能死在炼钢炉前 那将是我们家族世代相传的骄傲啊 这话一出 后面有人立即表态 咱们愿意倾尽毕生之力 为大顺制钢 请将军县主放心 咱们这几十名铁匠 还有咱们带来的徒孙已经商量过 决定立下生死状 一辈子不出大营 为大顺守一辈子的秘密 炼一辈子的钢 这话一出 众铁匠齐身高鹤 为大顺守一辈子秘密 炼一辈子钢 老铁匠和小学徒的骑呼 自然不如将士们那样响亮 那样中气十足 但凤与恒却没来由的鼻子发酸 没有什么比这样 以命相抵的承诺更加动人 他用炼钢的技术 换这些人生死相随 一句话 就上交了一辈子 他对玄天明说 咱们可一定得对得起人家 留在大营炼钢 他们就是大顺的宝 而不是奴隶 他们的家人 应该因为他们的付出 而得到更好的生活 玄天明点头 朗声道 极安县主说的没错 从今往后 你们就是 我西北军的一份子 军中将士有什么 你们就有什么 军中将士的家眷 得到什么样的待遇 你们也将得到什么样的待遇 我 大顺朝九皇子 西北军主帅玄天明 在此起誓 定是你们为亲 为友 定照料好你们的家眷 你们的子孙若想从军 我场上欢迎 若想西闻 我亲自举荐他们 到萧州云路书院 你们放心 大顺定对得起你们 我玄天明 也定对得起你们 铁匠们一个个老泪纵横 就连那些少年的学徒 也受到感染 一个个欢呼起来 有将士燃起烟花 砰的一声在上空乍响 绚烂花朵空中绽放 就听 有个正在烤羊的将士 喊了起来 羊烤好了 快来吃肉 人们哈哈大笑 纷纷去十九坛子 往篝火旁走去 还有将士笑嘻嘻地 给他二人 也递了两坛子酒来 凤宇恒右手 往右袖里一身 眯着眼跟玄天明道 你猜 我这次能拿出点什么 烤肉加啤酒 永远是朋友 玄天明对凤宇恒的袖子 有一万种猜想 但他依然想不到 那些不属于这个时代 他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过的东西 比如说 当当当当 凤宇恒从袖子里 拿出两只一拉罐装的啤酒 他十分新奇 这是什么 一边问一边接到手里 冰冰凉凉的 在剩下的夜晚拿到手中 实在是过瘾之至 他对凤宇恒袖 有中置冷的能力 已经不奇怪了 酷热难耐的熔炉地 他都能掏出冰水来 眼下哪怕这丫头 拿出一块冰 他也不会觉得意外的 只是这物体十分特别 软软薄薄的 却又很结实 轻微晃动一下 里面好像有水 凤宇恒没拿 倒是把自己手里的那罐 给打了开 然后接过一名 将士地拐的烤肉 咬一口肉喝一口酒 那样子 就像是在吃着人间 最极品的美味 看得周围众人口水 都要流出来了 他倒也不吝啬 背过身去 又掏了好多啤酒来 然后跟人要了碗 分了三十小碗给将士 还大声地说 这个东西叫啤酒 我的波斯师傅说 夏天的夜晚 烤肉配啤酒 是最惬意的事 将士们一听 纷纷品尝 而后大惊 啤酒的味道 他们还不是很能喝的管 但这种冰爽的感觉 实在是太过瘾了 有的人一仰薄 就把一碗都喝没了 然后眼巴巴地看着凤宇恒 他却摊摊手 没有了 不能一下子拿出太多 实在太惹人眼目了 将士们面带遗憾 但兴致却被挑了起来 喝过啤酒的人围在一起 开始谈论啤酒的口感 温度 还有味道 以及配着烤肉吃食的感觉 玄天明也忍不住了 学着凤宇恒的样子 把自己手里那罐 也给拉了开 可他拉的时候 口子冲了自己 再加上之前好奇心 作祟不停地摇晃 凤宇恒这死丫头 故意看他笑话 也没出言提醒 结果玄天明这么一拉开拉环 摇晃产生的压力 一下子被释放出来 扑得一声啤酒 喷了他一脸 某人笑得形象全无 指着他那狼狈样子 肚子都笑痛了 凤宇恒笑 将士们就也跟着笑 谁也没再把玄天明 当成军中统帅 谁也没把他当成一国皇子 没大没小没尊没卑地笑闹着 却又是那么的其乐融融 玄天明气地拿剩下的啤酒去淋他们 连凤宇恒也没放过 被他浇了一脸的啤酒 人们的笑声却更响亮了 这样的气氛 强烈地感染着那些入营 来参与炼钢的铁匠和小学徒们 在大顺 人人皆知 有一位黑白不分任性妄为的九皇子 人人皆知 九皇子最得皇上宠爱 连龙椅都随他喜欢想做就做 九皇子征战西北 大劫 人们叫他战神 可人们也知道 他在西北一战重伤了腿 回京之后 脾气更加诡异暴力 更是谁都敬而远之 关于九皇子的传闻 数不胜数 哪一个都讲述着 他的喜怒无常和不通人情 原本铁匠入营 他们还担心着 生怕一个不小心惹恼了九皇子 稀里糊涂的就掉了脑袋 甚至还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 拒绝了前副将的邀请 说什么也没赶来营里 可是今日他二人齐齐出关 晚上这一眼才刚刚开始 就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九皇子 这哪里有暴力 哪里有任性妄为 分明就是和蔼若倾 分明就把这全军的将士 当成他的亲兄弟 不但对将士们好 还给了他们这些铁匠 那样可靠的承诺 这真的是外界传闻成 那般的九皇子吗 铁匠们一个个傻了眼 有心细的将士见了 多少猜出他们的想法 便主动解惑道 很意外是不是 其实你们听到的一点都没错 将军在以殿下身份存在的时候 就是那个样子的 但他现在在军中 是我们的将军 我们的将军 是对将士最好的人 他说过 咱们是他的兄弟 不是下属 谁的命也不能用来 去填没有用的坑 所以打仗的时候 他都是冲在最前面 还曾经为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小将士 挡过一刀 又有人补充 其实做殿下的时候 也并不是对谁都不好 至少他对县主好啊 听说他们两个经常合伙出去害人 铁匠们开始擦汗 合伙出去害人 这听起来 的确是像九皇子能干出来的事啊 在丑丑玄天明 已然跟凤宇恒二人 玩起了划拳的游戏 边上还有将士在当监督 谁输了 谁喝酒 于是人们发现在这个军营里 一切都不能按照常理来衡量 九皇子不像九皇子 既然县主也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 这个女孩没有柔弱 全身充满了阴气 以如此独特的面貌 陪伴在九皇子的身边 简直就是绝配 突然有人开始幻想 如果大顺朝将来有九皇子即位 既然县主做皇后 这个天下 或许又是另外一番模样 或许整个天下都会变得像这个军营 天下一家该有多好 此时此刻 玄天明并不知道 人们心里都在想着些什么 他就知道 凤与恒掏出来的这种叫做啤酒的东西 特别好喝 还有 这死丫头 还从袖子里掏出了一种酱 说是叫做烤肉酱 涂在烤肉上 真的特别好吃啊 他一口啤酒一口烤肉 吃的那叫一个香 两人划了一会儿拳 玄天明就被将士们推着 去另一边喝酒 凤与恒笑眯眯地 自己坐在地上啃羊腿 有个看起来年不过二十的小将士 蹭到了他身边 不好意思地 给他递了一块羊排 凤与恒接过来 爽朗地说 谢谢 然后 把身边还剩下的半罐啤酒送给他 那将士受宠若惊 见他并不排斥自己 干脆在他身边坐下来 然后好奇地问 县主 你怎么会得那么多 又懂医术 又又懂剑法 还会兵法 居然还会练钢 太神奇了 一边说 一边看了看手里的啤酒 又补了剧 好东西 也跟本事一样多 凤与恒笑着同他说 因为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好师父呀 他是一位奇人 不但有很多好东西 还会许多这天下人都不会的好本事 我跟着他学了三年 其实也只不过学到了他的一点皮毛而已 那将士十分惊奇 就这样 还只是一点皮毛啊 天呐 县主的师父 难不成是仙人 凤与恒故意逗他 也有可能哦 小将士又问 那县主还能再见到你的师父吗 他想了想 摇了摇头 应该不能了 师父是奇人 云游天下 如今不知道走到哪里 也许在海的另一边 也许在山的另一边 也有可能是在沙漠 草原的另一边 总之 一定离我好远好远 再见不到了 那真是遗憾 那将士有些失落 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如果我也有那样一个师父 我一定跟着他 他走到哪里 我就跟到哪里 这个话题持续了有挺长一段时间 凤与恒看出 这小将士是心里有话 不敢说出来 也不舍得离开 他便主动开口 问了对方 你是不是有事想同我说 小将士一正 然后猛地给自己灌了一口酒 这才到 既然被县主看出来 那我就说了 我就是想问问 县主您是神医 可知眼疾都是如何治疗的 眼疾 他问 是谁患了眼疾 小将士说 是我娘 我娘今年还不到五十 可是打从十年前 眼睛就已经开始看不清楚 我爹死得早 大哥也站死在沙场了 家里就一个妹妹在照顾着娘 妹妹今年十七了 已经过了说清的最好年岁 就是因为担心 她嫁出去之后 没有人照顾娘 所以一直把自己留在家里 我想 想跟县主问问看 这样的眼疾能不能治 我不能耽误了妹子 凤与恒放下手中的啤酒 认真的问她 你同我说说 你娘的眼疾 平日里表现出来的是什么症状 那将士赶紧到 她也不是完全看不清 倒是能透光亮 可是总说眼前 就像有一层白色的东西 呼着似的 看什么都是朦胧的 起初只是薄薄的一层 这些年却越来越厚 从最开始的能看到人影 到如今 连人影也快看不清了 可有疼痛 没听她说过疼 就是说 像糊了一层东西似的 她心中已然有数 不出意外的话 这肯定就是典型的白内障了 你家在什么地方 京城吗 那将士点头 就在京城的 在京城西北边的陵渊巷里 有个小院子 其实家中条件还算可以 军中将军给的军饷挺多的 我吃住都在营里 衣裳也是营里发 所以基本不用什么银钱 发了想就送回家里 再加上去世的大哥 也有抚慰金 家里吃穿不愁 天天都能见肉 要不是因为我娘这个眼病 我妹子一定能嫁个好人家 可是 在京城就好办 她伸出手拍拍 那将士的肩安慰她 然后回过头跟望川说 回头你把她家住的 具体地方记下来 带钢刀打造出来 我跟殿下就要回京一趟 正好过去看看 一听说凤与恒要亲自去看 那小将士乐的 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才好 一个劲的就要给她跪下磕头 被凤与恒硬生生地给拦住了 将军当你们是兄弟 我也一样当你们是兄弟 兄弟的家人 就是我的家人 我为自己的家人看病 讲什么谢啊 她大方地说 真要谢 等你娘的眼疾治好了 你请我到你家里喝顿酒吧 小将士眼泪不停地流 感谢的话不知道该怎么说 只能一直点头 边上有听到他们对话的将士 笑着拍拍她 你小子可真是有福气 有县主出手 你娘的眼疾一定能治好 你这么些年的心病也算去了 小将士被人起着哄拽 到另一边去喝酒了 凤与恒趁着没人注意 又从袖子里掏出啤酒来 这一次掏出来的是两罐 一罐摆在自己面前 一罐放到对面的空地上 然后仰着头小声喊了句 你小子 出来吧 本县主带你们干的事 就是高端啊 身前人影一晃 也有三个多月 未曾见到过的班走闪神出现 直接就坐到了他对面 熟练地拿起啤酒开了罐子 一仰博 灌了一大口进去 在暗处瞅了老半天 现在才知道 原来这东西是这个味的 他琢磨着到底哪里好喝 再尝一口 瓶一瓶 又喝了一口 一来二去的 一罐就下肚了 班走这才明白 有些东西 你一下子说不出来 它到底哪里好 可一旦喝上了 却怎么也放不下 他朝着凤与恒伸手 还有吗 凤与恒又掏了一罐给他 你喝慢一点 我还有话问你 班走一仰博 又是一大口罐了进去 不等他问便主动到 萧州那边一切都好 少爷挺了的 并没有再遇到危险 书院那边也给了全力的保护 叶山长把少爷 安排在自己院子里住 由他的护院亲自守着 我暗里查过放火一事 却怎么也查不出 到底是何人所为 凤与恒耸肩而笑 如此干净利落 就更是说明问题了 班走问他 你为什么不认为 那纯粹就是一场意外 他眼 哪里来的那么多意外 你跟了我这么久 可曾看到过 真有意外发生 不是我心里阴暗 凡事都爱阴谋论 而是敌人总会在 触不及防的时候 突然出现 凡事想得太好 实在是太容易被人得手了 班走还能说什么 的确 这世上哪里来的那么多意外 云禄书院这么多年下来 从吃过火 怎的就是凤子瑞 到了厨房就会失火了 他无奈地摇摇头 还真是触不及防 能把事情做到这样 看来那云禄书院也并不安全 待人多半已经混进了书院里 我会立即飞鸽传书 让留在那边的暗卫多加提防 凤与恒点点头 没在就消周的事多说什么 直到辛苦你了 班走一愣 下意识地摆了摆手 站起身来 我是你的暗卫 你不要再等我走就行了 话说完 闪身不见 凤与恒觉得自己 好像喝得有点多 不然不会再向来不该有 一丝感情的暗卫眼中 看出留恋 一晃神的功夫 玄天明已经转着轮椅 回到他身边 他不愿再想些有的没的 精神头儿再次转回到晚宴中来 借着点酒劲 跟玄天明说 我给你唱首歌吧 玄天明目录惊喜 这丫头主动说 给他唱歌 哈哈 他还以为这死丫头 根本不会女孩家的那一套呢 没想到他 也会唱歌啊 他故意刁难人 唱歌都是要配曲的 爱妃应该边弹边唱 那才应景 凤与恒笑嘻嘻地看着他 扯过边上望川的广秀 往腕上一盖 在打来时 一把吉他就拿在了手里 望川觉得不能自己瞎 赶紧把黄泉拽过来 指着那吉他道 小姐又变戏法了 三人愣愣地 看着凤与恒手里的东西 谁也不知道 那是什么玩意 玄天明瞅着那上头带着弦 猜想可能是琴泪 伸手去拨弄一下 果然有声音发出 声音不大 还是惊动了离得不远的一群将士 人们纷纷围过来 集体疑惑地 看向那支吉他 凤与恒许是真和多了 人明显比之前要兴奋 只见他用一只手 将那把吉他高举过头 朗声道 这个东西叫做吉他 是一种乐器 在我师父的家乡 这种乐器十分盛行 一边说 一边又用手拨弄了一下 吉他特有的声音发出 不同于鼓琴 有着谁也没听过的韵味 有将士喊道 县主给咱们弹一首吧 这话一起投 所有人立即附和 县主弹一首的呼喊声 此起彼伏 甚至连玄天明都跟着起哄来 他笑嘻嘻地对众人说 好啊 弹一首就弹一首 不但弹 还要唱一首 说着 主动往一个土坡上走去 然后席地而坐 把吉他抱在怀里 还在面前摆了个 曾经在军营里用过的扬声器 这才又对着玄天明道 我给你唱首歌 我自己改良过的 还没给别人唱过呢 你听听看 雨碧 琴起 后世的乐器 后世的曲子一响 仿佛带着人们 进行了一场时空旅行 就连凤雨恒 都有些分不清 这到底是大顺朝的军营 还是21世纪的陆战部队 恍惚间 开口 熟悉的旋律朗朗而来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近折腰 美人如此多娇 英雄连江山都不要 一评一语 如此温柔妖娇 在美的江山 都比不上红颜一笑 念奴娇 本是一曲节奏偏快的歌 前世他喜欢 无聊时 便根据自己的喜好 稍微做了一些修改 吉他轻弹慢唱 念奴娇 有一种电子和弦 无法抵达的意境 特别是配上此番身灵之地 哪里能是前世 靠意识幻想 而得来的些许古异 能比得了的 大江东去浪淘 尽千古风流人物 顾磊西边人 倒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世崩云惊涛烈暗 卷起千堆的血 与善观金谈笑间 强鲁灰飞烟灭 原本是易能静娇柔的 声音唱的歌曲 被凤与恒唱起 却多了几分硬朗 多了几分刚气 更不再倾横笑唱 转而变成水墨江山 而女琴长 不失波澜壮阔 大气浑城 吉他尾音收住时 久久没听到 本该响起的掌声 凤与恒不乐意了 哎 你们倒是有个表示啊 也不知是谁 带头喊了一声 好 随即 掌声轰鸣 三军气愤 其实 仅一个好字 又怎么能表达得了 这一曲之妙 只是这些五大三粗的将士们 没有太多文化 不知道该用什么样 华丽的词早 去表达心理所感 就只一个劲地拍着巴掌 将凤与恒惊为天人 玄天明也哈哈大笑起来 然后指着凤与恒 朗声道 丫头 你这是在告诉本王 整座江山 也抵不过你的一笑吗 凤与恒挑眉看他 神色中带了些许挑衅 你觉得呢 玄天明很是给面子的 点了点头 本王也是这样认为 不过你歌里 有一句唱的不对 不应该是三国 而是天下列国 三国哪够 娶我们家恒恒 本王总得给你一片 最好的天下 最好的江山 好啊 他从土坡上站起来 这么多兄弟都听着呢 玄天明 是你自己亲口说的 要给我最好的 没错 他将声音再提高了些 痛快地道 就是要给你最好的 天底下最最好的 耶 他高兴地跳起来 眨眼间又变成了 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 还怂恿着将士们 你们都听见了吧 帮我记着呀 如果他说话不算话 可得帮着我讨回公道 将士们一笑着道 县主放心 咱们可都听着呢 这样一番互动 再次刷新了那些 铁匠和学徒们的皇子冠 他们更没想到的是 这既然县主 居然开口闭口 就是玄天明玄天明 直呼九皇子大名 这 这简直不合规矩啊 可他们随即也意识到了 在九皇子与他未来的妻子之间 哪里有什么规矩可言 他把这个女孩都宠上了天 这个女孩的本事 也大过了天 这样的一对逼人 做什么都是对的 将士们又开始心一轮地喝酒 好多人往凤与恒这边围过来 轮着翻地敬他酒喝 虽然玄天明一个劲地提醒 千万别把本王的媳妇给灌醉了 可喝开了的人们 哪里还听他的 一碗接一碗的敬啊 凤与恒也是一碗接一碗的喝啊 喝着喝着就真喝多了 他扯着玄天明的袖子 笑嘻嘻地说 我刚才唱那个鸣叫 念奴交 是为了给你展示一下 我的小女儿情节的 证明唱歌弹琴什么的 我也是会的 但那个只适合我唱 不适合男人唱 玄天明抽了抽嘴角 有一丝不好的感觉 怎么的 你还想让男人也唱 为什么不行 难道你不知道 行军打仗也是有战歌的吗 或者叫军歌 总之是那种一唱起来 就很能鼓舞气势的 他说的玄天明有些心动 听到的将士们也有些心动 玄天明问他 你会那样的歌 必须的 凤雨恒从地上跳起来 不过不用我叫 我来放原唱给大家听 大家跟着一起学啊 他背过身去 在袖子里鼓刀鼓刀的 就鼓刀出一个随身听来 再拽出外接音响往上一插 玄天明也没看明白 他按了什么机关 突然就听那两只 叫做音响的怪东西里 传来好大的曲声 那曲声十分怪异 他竟完全分辨不出来 是用什么乐器演奏而出 只觉曲一入耳 便精神振奋 胸腔里的热血 呼之欲出 难言说的情怀在里面 曲子过后还有唱词 家国天下 三军将士 四海为家 哪一句不是人心所向 哪一句不是热血狼 这歌就那么一直放着 放着 也不知道放了多少遍 人们完全听不够 越听越好听 听着听着 就可以慢慢地跟着唱了 一个人唱 两个人唱 到最后 三万人都在唱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项首歌 绿色军营绿色军营教会我 唱得山摇地也动 唱得花开水欢乐 三军将士苦为乐 四海为家 越唱越想 越唱越有气势 连连着玄天明和凤与恒 也跟着一起唱 铁匠和学徒们也唱 所有人都在唱 歌声就在这大山里回荡着 伴着阵阵回音 成了全天下最好听的曲调 就在人们觉得 今日的晚宴 将在这样的军歌声中 达到最巅峰的高潮时 喝多了的某个死丫头 脑子里又蹦出了新的念头 他再次拉了拉 玄天明的袖子 在将士们 歌声中大喊着说 光唱歌没意思 咱们再来跳舞吧 虽然跳舞这个事 是个很高端 很能让人惊叹的舞蹈 于是点了点头 好 你教他们跳舞吧 然后 就见凤与恒的小手指头 往那随身听上一点 原本好好的军歌 瞬间就转了曲风 一首绝对高端的歌 从那两支大音响里传了出来 你是我的小鸭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红孩还是白骨精 次日赏午 宿醉的某人 是在一阵 小苹果的歌声中醒来的 就听着身边 有人不停地走来走去 嘴里轻横着 红红的小脸 他有些害怕 好不容易接受了这个时代 好不容易混得 还算是风生水起 连终生伴侣都找到了 这种时候再给他送回去 老天爷绝比是在玩他 小姐你醒了 是望川的声音 他扭头 又一眼瞄到端着水河 还在哼歌的黄泉 昨天晚宴的记忆匆匆而来 好不容易眼开的睡眼 又闭了起来 老天 昨天晚上 他到底干了什么 唱军歌也就算了 居然还带着全军将士 大跳广场舞 哦上帝 简直没脸起来见人 小姐 床踏边都晌午了 小姐该起了 奴婢叫人煮了白粥 小姐喝点清清味 他直指黄泉 能让他别唱了吗 唱得我胃疼 黄泉不解 小姐 挺好听的 虽然话是有些直白了 奴婢也不好意思唱 但只哼哼曲调 还是不错的 他嘴角有点抽筋 这时 帐外有个将士叫了声 献竹起了吗 黄泉赶紧答应着出了去 再回来时 手里就提了一篮子苹果 小姐你看 这些都是将军 一大早去山里摘的 可新鲜哪 凤与恒大炯 这一篮子苹果 带给他的刺激 实在太大了 他发誓 一定要 戒酒 随着第一块钢的炼制成功 新钢在西北军中 全线投入生产 所有铁匠和学徒 分成了12个小组 分别在不由的熔炉地内 进行炼钢工作 玄天明和凤与恒分头指导 确保每个小组 要至少先有一人 将该组所需进行的环节 彻底融汇贯通 与此同时 第一柄钢刀的打制 生怕打坏了 浪费这块钢 后来看到全银人 都已经投入炼钢 玄天明告诉他 很快就会有 大量的成品钢被造出来 他这才放开手脚 十天之后 大顺的第一柄钢刀 终于出炉 那老铁匠几夜没睡 熬得眼睛通红 刀终于制成时 一下就跪到地上了 他的小孙子 在边上扶着他不停地劝 爷爷 你千万别哭 您的眼睛可经不起再流泪了 对于第一柄钢刀的产生 全军将士都异常兴奋 玄天明将钢刀 交到钱力手里 又亲自点了五名将士 上场是刀 将士们怀着激动的心情 带了自己的随身武器上场 钱力还记得当初 自己的长刀 被凤于恒斩断 那一瞬间的震惊 他哈哈大笑 今日就让你们 也试试断气的滋味 虽是断气 但将士们却并不觉得是耻辱 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往前冲 几个回合下来 刀断剑裂 就连一把大斧都卷了刃 钱力从来也没感受过 这样的成就感 即便当初在西北打仗 他一刀连砍十个敌人 也没让他像今天这样痛快过 五名将士的兵器全废 立即又有五人冲上前来 又是几个回合下来 对方一样的下场 可他手里的钢刀 却依然崭新如初 连边都没见破 钱力乐得都要蹦起来了 踢着钢刀 到了玄天明和凤于恒面前 将刀往二人眼前一横 将军 限住 你们看 凤于恒心里自然有数 玄天明还是有些不放心地看过去 只见到钢刀无一丝破损 这才点了点头 然后对凤于恒道 准备一下 咱们明日回京 钢刀致出 自然是要带进宫里 向天武帝成饼 只是这大营正在练钢 是全国防范的重中之重 他二人这一离营 将士们心里还真是有些没底 玄天明将三军将士 做了重新部署 从大营到须天窟荣炉地 多加了三层守卫 凤于恒也带着天机组 连夜布下了一套防御阵法 并将神社组 安排在所有防守的最外围 大阵不完 人员当牌妥当 天都已经亮了 此番回京 姚精也跟着一并回去 凤于恒打算见完皇上之后 便挑个空档 亲自送姚氏去萧州 车队一路奔着京城的方向急行 他躺在玄天明的公车里 睡得极美形象 望穿几次想把一张宝毯子 给他搭到身上 好歹把自家小姐的不良睡姿 给遮一遮 可该一次被踢下来一次 该一次被踢下来一次 如此折腾了几个来回 玄天明看不下去了 你就放弃吧 这丫头 今儿睡得已经算是好看了 说笑间 就听到前方突然有个声音传来 救命啊 救救我 声音清脆 听起来像个孩子 紧接着 就又是姚氏的声音也传了来 停车 快停车 那辆车一停 玄天明的公车 也只能跟着停下来 马车不再颠簸 凤于恒一下就醒了过来 皱着没问 怎么了 黄泉正先了 车窗帘子往外看 在悬崖边的歪薄树上 整个身子都悬着 他在呼救 夫人听到了 就叫车停了下来 现在人已经被轻欲 扶着下了马车了 听说姚氏下了马车 望川再坐不住 赶紧也跟了下去 玄天明提醒他 看仔细了 小心有埋伏 然后再回过头来跟凤于恒说 有点意思 本王从这条路来来回回 不知有多少趟 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情 凤于恒也爬起来 坐到车厢边去看 边看边说 这是关道 虽说临着悬崖 这事蹊跷啊 说话间 姚氏已经由青蓝扶着 往悬崖边走去 望川迎上前 把他们给拦了下来 说了几句什么 姚氏便不再往前走 但却仍然大声地嘱咐望川 可一定要把他救下来啊 凤于恒无奈 姚氏的同情心又发作了 望川小心翼翼地上前 就见那孩子 因被倒掉着 脸上已经充血 面色胀红 他不由得也有些心疼 却始终记着玄天明的嘱咐 便谨慎地问道 你是哪家的孩子 圆河被吊在这里 那孩子哭得眼睛都红了 有一伙坏人 把我爹娘都推到悬崖下面去了 他们抢了我脖子上的金圈 还把我吊在这里 说是魏老鹰 姐姐 救救我 这孩子四五岁的模样 一身狼狈 衣裳都被划破了 望川再看看四周 很明显地能看出打斗的痕迹 心下稍微放松下来 但还是又问了句 你的家在哪里 孩子哭着道 我家好远 我不知道 爹爹说要搬来京城做生意 可是被他们 推到悬崖下面了 把他救下来吧 望川点了点头 快步上前 就准备跳上歪薄树 去把绳子解开 抱孩子下来 可是没想到 他飞身而起 人才刚落到那树上 原本还能掉得起来 一个孩子的树 突然就连根起 直冲着悬崖下面就栽了去 姚氏和那孩子 同时发出啊的两声惊叫 凤与横溢 神色微动 黄泉却道 没事 望川最健长的就是轻功 这样的高度他可以轻松上来 话刚说完 就见那悬崖下面望川的身影 又回到人们的视线 不止他自己回了来 手里还拎着那个孩子 两人一落了地 那孩子哇的一声就大哭起来 也不理望川 甚至顾不得起身 直接就在地上 爬着奔向姚氏 姚氏本就心软 眼下一见这孩子可怜的小模样 死母星瞬间就被彻底激发 奔上前一把就将孩子给抱在怀里 不停地拍着他说 不怕不怕 乖 咱们现在安全了 望川在后头 递给了凤与横一个无奈的眼神 也在向他询问 接下来该怎么办 凤与横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那孩子身上 看着他在姚氏怀里撒娇 总觉得有些不大对劲 他扯了扯玄天明的袖子 小声道 小孩子被人摸头 是不是很正常的事 我也总会摸飞雨的头 他都没有表现出不乐意的样子 可是你看他 他用下巴挠了 挠那个小孩 娘亲每次摸他的头 他都会故意躲开 玄天明冷笑 何止是摸头 这孩子撒起娇来 也不是很得心应手 我过去看看 他起身跳下了公车 快步往姚氏那边走去 也不知是不是他神经太敏感 总觉得那孩子见他过来时 目光中带着一丝期盼 也带了一点戒备与紧张 两只小手死死地抓着姚氏 怎么也不肯松开 清兰笑着说 这孩子还挺年夫人呢 姚氏爱听这样的话 笑着道 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这些年除了子瑞 还是第一次有小孩 与我这样亲近 娘亲这是想弟弟了 凤与横已经走到近前 笑着对姚氏说 带回京逗留几日 我便送娘亲去萧州 说着话 又看向那个孩子 看时一愣 随口就来了句 哟 这孩子长得可真难看 小孩面色沉了下来 姚氏赶紧又把他往怀里拦了 然后跟凤与横说 这孩子够可怜的了 你别吓他 再跟那孩子说 不怕不怕 姐姐逗你玩呢 凤与横也道 没错 是逗你玩呢 小孩子无关好不好看 可爱就行 所以 你不要总是皱着眉头 那样会失了同趣 显得过于老成 他一边说 一边朝着孩子伸出手 哎 悬崖边上掉了这么久 我来给你看看 身子有没有什么不适 被姚氏给拽住了 劝着他说 乖 姐姐是大夫 让他给你看看 咱们也好放心 他再躲不过 只好极不情愿地 把手腕递了过去 凤与横一点都没客气地 把人拽到自己面前 手上加了劲 用力往脉上一掐 心道 果然 姐可真是没有那个好心肠 什么四岁的孩子 这分明就是个侏儒 还是个连面部特征 都随着身体一起停止生长的侏儒 凤与横中射出金光 在面前这侏儒脸上转了一圈 那侏儒倒也聪明 一下抽回手腕 又揽住姚氏的脖子 嘴里还学着小孩子一样地叫着 姐姐好可怕 我要阿娘 说着 眼泪还掉下来了 姚氏赶紧把他抱住 轻斥凤与横 你别吓他了 这孩子爹娘都被歹人杀害 咱们可不能放任他不管 凤与横怕的就是这个 无奈地跟姚氏说 把他救下来已经是尽了道义 娘亲难不成想收养他吗 也不是不可以啊 姚氏目中带着期盼 参被我们遇见 这也是种缘分 阿恒 你的心肠不能总是那么硬 凤与横皱着眉看着姚氏 说实话 此时此刻 他的内心是十分委屈的 自从回了凤府 他为了护着母亲和弟弟 拼了命地跟凤家人周旋 就连姚氏的和黎叔都是 他用自己的恩典跟皇上换来的 结果到头来 他的母亲就给他冠上了一个心狠的罪名 他心中不甘 随口就来了剧 我若不心恨 咱们娘仨早就被那座凤府给吃了 姚氏也知 自己的话是说中了 有点后悔 但凤与横已经指使望川 要把他怀里的孩子抢走 孩子的哭声传入耳来 撕心裂肺的 听得他心都碎了 他不顾凤与横的情绪 干脆站起身来强硬地道 我是一定要把他给留下的 如果你觉得 住在你的县主府不妥 那我可以带着他去住客栈 等你办完事 我再带着他一起去萧州 夫人 望川都听不下去了 县主府也是您的家 可是我却连带回去个孩子的权力都没有 姚氏跟凤与横算是叫上劲了 怎么的也不肯松口 看着面前这个娘亲 凤与横突然就笑了起来 虽然有着十分相向的面容 但姚氏终究不是他前世 那已去世多年的母亲 自己占了原主的身体 给这身体带来的变化 根本没办法逃得过人家的亲娘 姚氏早就看出不对劲 却一直忍着没说 想来也算是对他的一种宽容啊 娘亲 他说 如果从前在面对凤家人的时候 你也能这样强势起来 咱们娘仨也不至于被赶到西北 去受了这么多年的苦 如今你有本事去护一个 来路不明的孩子了 当初怎么就不能也像现在这样 护好我跟子芮呢 他话语冰冷 不带一丝感情 罢了 你想留就留着吧 他也可以跟你一起 住到县主府 那不只是我的府 也是你的家 他说着 转过身往公车那边走 边走边说 望川 夫人体弱 让那孩子跟我们一起坐吧 姚氏见他终于答应下来 总算是松了口气 连声劝着那侏儒跟望川走 侏儒虽不是很乐意 却也知道 能被留下十分不义 乖乖地跟着望川 也往公车那边去了 姚氏看着他们上了公车 这才由清兰扶着 也回了自己的马车上去 直到马车重新前行 他这才正正地问了清兰 你说 他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夫人是说小姐吗 清兰赶紧劝他 怎么会呢 小姐带夫人最是好了 不想带那孩子 也是怕有危险 夫人千万可别多想 是我想多了吗 姚氏自言自语 我和子芮于他来说 总归是个累赘 指不定哪一天他心烦了 不想再负这个责任了 就会把我们也给扔了 清兰被他吓得不轻 不停地劝着他 生怕姚氏再说些 什么过分的话来 万一传到二小姐耳朵里 把他给惹火了 可怎么办 他又怎知 姚氏想的这些 即便凤雨恒听不到 也能猜得个八九不离十 通过这次终离魂伞 姚氏的性子 照之前相比 是有变化的 从前那么顺从娇弱的人 如今也懂得了反抗 只不过 这种反抗没对着别人 却是对上了自己的女儿 凤雨恒心里不痛快 以着玄天明坐在公车里 那诸如被黄泉望穿二人带着 倒也算听话 只是小眼睛四处转悠 还在玄天明的腿上 停留了许久 黄泉虽然没下车 却也将刚刚那事情的 整个过程看在眼里 眼下对着诸如一点好印象 也没有 看他眼睛乱转 便狠狠地训斥道 瞎瞅什么呢 再乱看 小心我把你眼珠子给挖出来 那诸如装模作样地一哆嗦 嘴一撇就要开哭 却听玄天明道 本王最讨厌 有人在面前哭 一边说 一边摆弄着手里的鞭子 再盯着那诸如道 不信你就试试 赶出一个动静 看本王一鞭子 能不能把你抽成两截 望穿觉得有点血腥 虽然这孩子惹了小姐不痛快 但到底他还小 也不懂事呢 他不敢说玄天明 便只能拉了那诸如一把 声音平和地道 你到我这边来做吧 诸如撇下去的嘴 又被玄天明给吓得重新鼓起来 愣是一个眼泪伴 也没赶掉 凤语恒背过身去 对着玄天明 用唇语无声地道 不是孩子 是个身体和皮相 都不生长的诸如 玄天明倒也没多大 惊讶的反应 只点了点头 又看了那诸如一眼 然后不解地问 你很热 他这一问 人们才发现 这孩子冒了一头的汗 虽然他极力地控制着 却还是止不住汗 透过皮线自己往外流 望穿皱了皱眉 虽然是福天 但现在还没出山 山风是有些凉的 怎也不至于热成这样 凤语恒却突然想到了什么 看了一眼玄天明 见对方不着痕迹地点了点头 这才到 咱们觉得凉快 但是对在更凉快的地方 带习惯了的人来说 却实在是酷热难耐了 这话一出口 那诸如明显地震了下 然后就别过头去 不再看凤语恒 他一懒懒地靠在车厢上 翘着二郎腿 目光却未曾从那诸如身上移开 望穿看出门道 向他投来疑问的目光 凤语恒没办法 也看到了凤语恒的口形 下意识就要去抓那诸如 却被望穿给拦了下来 你性子好动 一会儿下车之后 随你便玩耍 现在可别吓到孩子 说着 冲黄泉使了个眼色 黄泉心领神会 笑着在那诸如的另一边坐了下来 两人一边一个 将诸如夹到了中间 马车继续前行 又走了近两个时辰 山区一出 渐渐地便能听到 河水流动的声音 凤语恒说 马上咱们就要看到的那条河 我对他很有感情 回到京城之后 第一次落难 就是被人逼着 跳到那条河里 是吧 望穿 望穿点头 是啊 多亏了七殿下路过 救了咱们 小姐可是想在河边稍作休闲 她看出凤语恒的心意 凤语恒笑道 好啊 舟车劳顿 是该歇一歇 说话间 流水声愈发地清晰了 望穿走到车厢外 跟车夫吩咐了一声 就见车夫冲着另一辆车一声吆喝 然后两辆车直奔着河边就驶了去 不一会儿的功夫便停了下来 黄泉主动抱了那诸如一起下车 凤语恒推着玄天明的轮椅 另一头 清兰也扶着姚氏下了车来 诸如一见了姚氏就要过去 黄泉却根本也不撒手 他挣扎了几次无果 单纯叫起来 阿娘 阿娘 玄天明提醒他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亲也不能乱认 谁是你阿娘啊 这话姚氏也听到了 但是他敢反驳凤语恒 却一点也不敢跟玄天明较劲 便只当没听见 走过来就要从黄泉手中 把孩子接过去 黄泉看了看凤语恒 见对方微微摇头 便赶紧往后退了两步 开口道 夫人 这孩子身上脏 还是奴婢来抱吧 等回去之后 给他好好洗洗 再让他陪伴夫人 姚氏心里有些不快 他觉得凤语恒实在是管得太宽了 只是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在中纳离婚伞之前 凤语恒管得也不少 只不过他都觉得理所当然 还很乐意听女儿的安排 自从中了离婚伞 现在虽说已经没事了 可这脾气秉性 却有了不小的变化 这种变化 连青蓝都看得出 他自己却无从察觉 凤语恒推着玄天明 又往前走了走 一直走到河边才停下来 他跳了边上 一块糕点的石头坐下来 扬声道 还真是凉快呢 说着 又瞅了一眼那诸如 对方还是一头的汗 他笑着问 从来没过过夏天吧 也真是难为你 这么热的天 还要演出这么一场漏洞百出的戏 想想都累得慌 那诸如警惕地看了凤语恒一眼 低了头做委屈状 黄泉冷哼一声 一松手就把他给扔到地上 诸如触不及防 砰的一声落地 摔得个结结实实 连门牙都掉了两颗 摇尸压的一声惊叫 不管不顾地冲上前来 一把将他从地上给抱起 大声呵斥黄泉 你这丫头怎么做事的 毛手毛脚 再低头一看 孩子的门牙没了 心里就又是一咎一咎的难受 跟着你家小姐跟久了 也学了个冷漠的心子 凤语恒忽然一下站了起来 姚氏吓得一哆嗦 就见他一步一步往自己面前走来 一伸手 猛一用力 一把就将那诸如给拽到自己身边 那诸如原本是因为掉了牙疼的哇哇大哭的 突然被凤语恒扯了这么一下 倒是给吓得把哭声都憋了回去 凤语恒说 娘亲别急 我看这孩子 热得一头的汗 带他到河边洗洗 说完 也不等姚氏有何反应 拉着诸如就走 到了河边 一把将人脸往水中一按 再抬起来时 脸不但没洗干净 还沾了好些淤泥 那诸如终于忍受不住 突然别过头看向凤语恒 目露凶光 头上青筋都抱起来了 凤语恒一下就笑了 怎么 咸河边洗得不干净 那本县主 带你到河中间去洗洗吧 画壁 猛地一抓那诸如的衣领 身形突然窜起 施展开他那没学多久 还半颤着的轻弓 直接就往河中间飞窜了去 姚氏大惊 就想喊他快点回来 却突然发现 凤语恒身形一晃 人像是飞不稳一样 在空间只打了两个转 他手里抓着的人 也跟着转了两圈 然后就听扑通一声 那诸如被凤语恒扔河里了 本王的媳妇 凭什么给别人偿命 人刚落水 玄天明这边立即轮椅一拍 眨眼就像河面上空直窜上去 一把将身形不稳 也在下跌的凤语恒 给抱在了怀里 小丫头冲着他砸了眨 玄天明手臂便收得更紧了些 抱着人落回地面 大河湍急 那诸如落水后 瞬间就没了声音 甚至连扑腾一下 都没来得及 直接就被浪花给拍下去了 姚氏都傻眼了 这是在杀人吗 青岚看到姚氏表情不对劲 赶紧小声跟他说 夫人小姐也险些落水 可姚氏哪里顾得上这个 他心里认准了凤语恒杀人 满脑子都是凤语恒 把那孩子扔到水里的画面 他开始害怕 到底一个才见面的孩子 抵不过自己女儿 虽然这个女儿 他一直心有怀疑 可那也只是怀疑而已 眼下出了事 他母性的一面 再次被全面激动 直冲上前 就要给玄天明跪下 却被望穿眼疾手快 给拦了下来 夫人 您这是干什么 姚氏求着玄天明 那孩子 就算我杀得好不好 你别抓阿衡 我知道杀人得偿命 这命就让我来偿好了 阿衡他还小 他不能因为个孩子 就去死啊 这话倒是让凤语恒有些吃惊 心下也生了几分感动 之前 姚氏与他表现出来的 隔阂与生疏 在生死一线间 全部抹杀掉 他突然就明白 姚氏的确是因为 自己不像他原本的女儿 而心里存了顾忌 这种顾忌 并不是一日两日才形成的 织女莫若母 他相信 从西平村回京的路上 姚氏应该就已经起了疑心 只不过 他选择了顺从 虽然顺从 但心里的疙瘩还是在的 直到他中了离魂伞 那种东西 可以将人一切的潜意识 无限放大 哪怕是已经戒掉了毒瘾 那些被激发出来的潜意识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 就能消退回去的 所以 便有了姚氏与他的抗衡 也便有了他一心 想去萧州陪着子瑞的想法 好在姚氏还是善良的 当他意识到凤与恒有危险 他马上就可以站出来 用自己的命 去换女儿的命 当然 也正是这种善良 让他在凤与恒心中的母亲形象 再一次树立起来 玄天明把凤与恒放下来 这才对着姚氏正色道 夫人多虑了 本王若存了让他偿命的心 殿下的意思是 阿恒不用背上杀人的罪名 谢谢殿下 谢谢殿下 说着话 又要往下跪 凤与恒上前去把人扶住 很是有些无奈地道 娘亲 有些事情我不告诉你 一来是怕你知道的 态度会有危险 二来也是怕把你吓着 荒山野岭 哪里来的孩子 那条倒是关道 虽然有一段在山崖边 可歹人也不至于那么明目张胆的 就把人给挂到关道边上 这是有蹊跷 听他这么一说 姚氏心里也犯了合计 但他到底想不到更深的层面 一边想一边摇头 这时 就听站在河边的黄泉 突然喊了一声 你们快来看 人们被这一嗓子吸引了去 经黄泉一指 这才发现 原来在大河中间的一块岸礁上 那侏儒正死死地抱住礁石 拼命地想保住自己的性命 姚氏一看这场面 就又受不了了 不停地跟凤与恒求着 就算他是坏人 带回去送官就好了 咱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咱们被送到西北时 你弟弟就也像他这般大 你就全当 是救子瑞 好不好 凤与恒紧锁着眉心 正在想该如何反驳姚氏 或者再拖一会儿时间 让那侏儒自己抱不住了 被河水冲走 这时 玄天明却突然来了剧 夫人说得对 咱们不能见死不救 嗯 他不解 扭头看他 却从对方眼中 看出了一丝脚狭 凤与恒立即明白 这人定是心中有了打算 于是赶紧对望川道 去把人救上来 望川道了声 是 然后飞身而起 轻轻松就把那侏儒 又给提了回来 竹如下的脸都白了 也顾不上跟姚氏撒娇 就坐在地上打哆嗦 却不知 这种小模样 更是腾化了姚氏的心 他赶紧吩咐青蓝 快 到马车里取个毯子来 这孩子这么动着 可如何是好 然后再跟阿恒道 他身上湿 跟你们坐公车不方便 还是我带着吧 凤与恒没在搏姚氏的意 只是对望川和黄泉说 你们跟着夫人一起坐 夫人大病出狱 是万万做不得抱孩子 这种类人似的 两个丫头点头硬下 众人再不过多逗留 纷纷反身上了马车 车子一启动 凤与恒立即就问玄天明 你可是有何打算 玄天明摇头 打算还没想好 我只是突然想到了一个事情 什么事 听说千州给康仪送嫁妆 给县主府送金子 派来的使臣 是一位皇叔和文武双将 外加那皇叔的小孙子 凤与恒道 传来的消息是这样说的 再想想 便有些明白 玄天明话里的意思 你是怀疑 那人就是千州的侍孙 这里突然就顿了住 一下子也想到了什么 赶紧又道 你的意思是 千州表面上来的是个世孙 可实际上 却根本就是世子 那诸如不是皇叔的孙子 而是他的儿子 玄天明点头 保不齐就是这么一回事 而且 单看那诸如这一番形式 就知道了 他是冲着咱们来的 或者说 是冲着你来的 凤与恒吸吸鼻子 给康仪和儒家报仇吗 报仇是其目的之一 玄天明冷声道 只怕 还是为了那枝钢树而来 或者说 即便得不到制钢树 也要把会制钢的你 杀了灭口 凤与恒一哆嗦 好害怕啊 玄天明哈哈大笑 是啊 本王也好害怕啊 这边二人嘻嘻哈哈地笑闹开来 而那个与姚氏同车 此刻正被黄泉望穿 一边一个牢牢牵制住的侏儒 内心正极度崩溃 那既然县主狡猾得像个鬼 那九皇阴森协议得更像个鬼 原本想从这姚氏身上下手 结果又来了两个鼻鬼 还难缠的丫头 该死的 他此番行动之前 一定是没番皇历 否则怎么会如此倒霉 姚氏见他面色不对 好心问他 是不是身子不舒服 诸如不语 他已经没有耐心 在姚氏面前 再装小孩子撒娇了 他一讲 如果把姚氏挟持 凤与恒会不会将制钢树给交出来 再不计 就是他干脆把姚氏给杀了 得不到制钢树 也得给他个恶性 千州的公主 被他们如此欺负 用这女人的命 抵儒家一身的伤 也算划得来 诸如目光中 冰寒乍现 两手握紧成拳 全身骨骼开始了缓慢 却又有规则的拧动 或许单打独斗 他不是黄泉望穿的对手 更不可能对付 玄天明和凤与恒 但若论偷袭和逃命 他这一身软骨弓 却是常人所急不上的 他算盘打得好 虽然身边有两个丫头 但触不及防地 袭击一下姚氏 还是可以的 不出意外 姚氏应该可以毙命 成功之后 他立即逃脱 累死这俩丫头也抓不住 之前姚氏怕他冷 给他盖了的大毯子 包着上身也包着头 倒是正好掩饰住了他 悄悄施展缩骨弓 这诸如十分得意 甚至已经能想象得到 凤与恒因母亲惨死而发疯的模样 唇角下意识地就挑起一丝笑来 可惜 关节才刚开始拧巴 突然面前有个人影闪了一下 就见那人伸出手 往他胳膊上随便那么一点 正好点在肘尖的麻巾上 缩骨一下就泄了力 骨骼瞬间回归原位 他大惊 抬头去看面前突然出现的人 他能确定 这人原本并不在凤与恒的队伍中 可眼下去又出现在此 那就只能说明一个事实 这人是暗卫 诸如再不敢轻举妄动 他知道 与一名暗卫动手 很有可能 他连自己怎么死的 都来不及看清 车里坐着的姚氏 也奇怪 班走怎么突然就出现了 不等问呢 就听班走道 主子说来了一个 长得特别丑的孩子 我过来看看 诸如又听到有人说他丑 气得脸都嫖了 可是又能如何呢 除了姚氏 这一行人里 一个比一个精明 一个比一个武功高强 看来 此番行动 真的是太貌实了 诸如开始后悔 早该听父亲的话 不贸然行动的 这下好了 是没办成 回去定会遭到训斥和笑话 两辆马车快速前行 总算是在傍晚时分 赶到了京城门口 玄天燕的公车行在前 姚氏的马车走在后 就听城外出闹哄哄的 有许多百姓喧哗 赶车的白泽 倾线了帘子 跟里面的人说 不知道在查什么 进城的和出城的 都在仔细盘查 凤玉恒走到车厢边 往外看 正好有个守城门的将士 也往他们这边走来 那将士一看 就是个愣头青 手拿长枪 枪口对着白泽大声喝道 停车停车 里面的人都给我下来 白泽一下就乐了 这是哪来的毛头小子 那人听到他的话 气得跳脚 大喝一声 来人啊 这有一群贼人 快把他们围起来 其他守门的人 一听这边有贼人 赶紧就围了过来 一个个枪口 直接着公车 一脸的戒备 凤玉恒拍了拍白泽的肩膀 示意他先别说话 然后主动开口问道 你们堵着城门逐一排查 到底是在查什么 哼 有将士朗声道 千周是孙被歹人劫持 上头已经下令 所有往来京中的行人车辆 都要逐一排查 绝不能放过一个 你们 赶紧都给我下车来 千周是孙 凤玉恒提高了声音问他 你是说 你们这样堵着城门口 饶得百姓出入不便不得安生 就是为了千周是孙 没错 那将士一仰博 一点都没觉得自己 这样做有什么话 还大声递道 千周是孙身份贵重 出一点小事都非同小可 哪里是这些贱民百姓比得起的 更何况千周皇叔还说了 谁能把世孙找到 赏金子一百两 那可是金子啊 结果 他这话一说完 就见那个居高临下 站在马车上的女孩 突然就变了脸 俏丽的脸蛋 差时负起阴霾 然后再拍了拍 那个赶车的车夫 朗声道 白泽给我打 胆大还是心大 白泽可不管那些个 他原本只听 玄天明一个人的话 后来有了凤与恒 就开始听他们两个的话 别说只是让他 打几个守门的兵 就算让他去杀皇帝老子 他都不带皱皱眉头的 凤与恒一句话出 再一眨眼 白泽已经飞身下车 配剑都没往外抽 就挥起双拳 对着那些守门兵 砰砰砰砰的就敲了过去 守门的兵 能有什么真功夫啊 敢敢长枪挑起的架势 还没等拉开呢 白泽鬼魅般的身影 就已经到了眼前了 这些人完全看不清楚 白泽的拳 是什么时候挥出来的 没有一点点防备的 鼻子 眼睛 脑门 脸颊 胸口的重疮 便接踵而至 打得他们眼冒惊心 扑通扑通的 就往地上坐 等着出城进城的百姓 对着场面纷纷叫好 因为他们 不止受了被盘查的气 刚刚有人说 他们是跟千州人 不能比的贱民 可把百姓们给气坏了 眼下看到 将士被打倒 有脾气大的 就喊了起来 打得好 居然逞千州的威风 骂我大顺的子民 吃里扒歪的狗东西 你胆敢殴打我们 倒地的人里 总算还有人能说得出话 但他完全不敢相信 面前这伙人 到底有什么来头 这里可是京城啊 居然敢打京城守卫 上前与白泽对峙的 并非所有的守卫 还有一部分人 依然在城门口站着 完全不与这几名 同流合污 那些在正常站岗的将士 三十多岁的壮年 这守门的活 却已经干了十几个年头了 他们这些人 整天都在四个城门 轮番站岗 被京里大大小小的 各类人物 那是认得比谁都清楚 甚至连京中 经常出入城的百姓 都记得个大概 早在玄天明的公车 到了城门前时 人家就认出来了 那是九皇子的座驾 赶车的也不是普通车夫 而是他的随身侍从 车厢里出来的女孩 更不简单 那是赫赫有名的 吉安县主 哼 几个向着千周 不知死活的矛头小子 这回算是惹上大祸了 眼见被打倒的人 还在指着白泽叫骂 凤与横一声冷哼 扬声道 打的就是 你们这群狗东西 为了给千周找孙子 居然如此折腾我大顺子明 今儿就是把你们打死了 也是活该 说我大顺子明 是贱民是吧 他突然往百姓 背里一指 随随便便就点了一个年轻人 你 靖城去跟金兆尹说 让他把这些人的户籍 从大顺给我清出去 我大顺没有这样的败类 不是说千周好吗 有本事让他们去入千周籍 本县主倒是要看看 千周收是不收 本县主三个字一出口 那些原本就看着凤与横 有些眼熟的百姓 一下就反应过来了 纷纷跪倒在地 齐声高呼 叩见继安县主 被打倒在地的守门兵也傻了 什么 继安县主 这个女孩 就是继安县主 糟了 听说继安县主极恶如仇 他们此番得罪 会不会被杀头 也有人心里松了口气 直到 还好 还好只是县主一人 如果九皇子也在 他们可真就不用活了 正想着 就见那公车的帘子一仙 有个紫山男子 坐着轮椅从里面出了来 脸上的黄金面具 在夕阳的余晖下 晃得人眼生疼 那些守门兵心里头 瞬间就生疼起两个大字来 完了 对 完了 九皇子也是在的 既安县主跟千周本就不睦 九皇子又是个护妻狂魔 栽到这二人手里 怎么可能还有命在 果然 玄天明才一出公车 第一句话 便是冲着人群里 那被凤宇恒点到的青年人说 县主让你 去找金赵乙 怎么还不去 那青年一蹦高就跳了起来 朗声道 刚才只顾着给县主磕头了 草民这就去 话音一落 就已经跑没了影 玄天明和凤宇恒一表露身份 城门口那些还在站岗的将士 也跑上前来 行礼之后有一人带头道 启禀殿下 县主 他指着那些倒地的人说 这些人原本不是城门的守门 他们是守艺馆的 千州使臣进京 他们就负责保护使臣安全 一来二去的 也不知道千州人许了他们什么好处 竟就能如此偏向 从今日一早直到现在 出入城的百姓 可是没少受苦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 玄天明的面色再度阴暗起来 白则说 殿下 这样的人真不配留在大顺 要说 打断手脚 把他们扔到北界千州去吧 玄天明冷哼一声 舟车劳顿 我大顺的车夫 可不再这样的败来 等金赵尹给他们办完户籍 就让千州使臣 把人领走吧 他拉过凤与恒的手 别在这站着 咱们回去 赶在天黑之前进宫 两人转回身 就听玄天明在回到公车之前 扬声扔下一句 千州来的都是大人 连个小孩都看不住 这样的脑子 就算孩子找回来 他们也养不好 大顺没义务 为一群脑子不好使的人 如此盘查自家百姓 都给本王散了 谁也不许生事 这一句话引起百姓欢呼 那些城门本身的助手者 也松了口气 张罗着放开关卡 让玄天明一行人先过去 然后百姓再行 姚氏车里的那个侏儒 被搬走偷偷摸摸地点了昏睡穴 此刻正躺在姚氏身边睡着 姚氏无奈地说 千州的侍孙也丢了 这世道真是越来越不太平 进了城门之后 两辆车就要分开两路 凤与恒亲自下车 来到这边跟姚氏说 我跟殿下要立即进攻 娘亲先回府 您可一定要记着 莫里凤家的人 柳园那边的小门 早已经堵上了 凤家人现在只能从大门进 望川 你嘱咐好 一个人也不能给放进来 望川点头 小姐放心 姚氏却指着那侏儒有些为难 阿恒 她可以进去吗 凤与恒看了那侏儒一眼 怂怂间 她要是能跟着娘亲进去 那就进吧 姚氏没听出她话里意思 只当她是同意了 便很高兴地道 那你们快快进攻 家里不用惦记